好 前面最大黨 我第一位 低哥良啊 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明天是電視金鐘獎 那如果有這個政治金鐘獎的話 你最佳男女主角 你想要頒給誰 得獎的又是誰 那我們當然是先歡迎 這一階段的頒獎人朱立倫歡迎 謝謝 我是朱立倫 我們今天要頒的獎項是 最佳女主角獎 入圍的有 請看後面的大螢幕 這是我們周美清女士 我們總統夫人呢 她入圍的原因呢 就是在國慶大典上面穿舊衣服 這種勤儉持家的這種精神呢 入圍的今天這次獎項 那第二位入圍的請看大螢幕 是我們陳菊女士 她在100年9月的那兩個月呢 這個電費高達12萬元 然後她就硬拗說是 官邸的這個設備老舊 所以說才會耗電那麼多 她這個硬拗的這種感覺呢 入圍最佳女主角 好 那第三位 她就是 我們的漂亮寶貝 邱逸贏 她非常不錯 她打人家一巴掌 然後被判 明明就幾塊保麗龍 什麼大螢幕 有啊 等一下你一按把它關掉 關掉 就沒有了 一按開 人需要有點幽默感 那我們這個 打人家一巴掌之後呢 然後就被判要賠30萬 她說她沒有30萬 怎麼可能 她的年薪都超過百萬了 所以這種硬拗 這不止的行為呢 入圍這一次最佳女主角 最後一位 第四位 就是阿嬤 阿嬤金姐 不是 不是 對 這是我們許紅鼠 許阿嬤 許阿嬤 她成名叫全民最大黨 就是跟我們這個節目同名 因為她會取的名字 所以才入圍 那也希望她能夠這個 幸運中獎 好 我們現在這緊張的時刻到了 我們現在緊張的時刻到了 現在得獎的名單 應該不會是我 不可能 我們現在得獎的名單 得獎的名單 即將要公布最佳女主角 邱憶瑩 恭喜 我 我得獎喔 我中獎喔 中獎喔 你都會懷疑喔 蛤 對 我完全沒有想到是我耶 你出門我吃虛了 可是我想到是你 我完全沒想到 說是我 好了 我獎已經拿到了 你可以離我遠一點嗎 關於這個得到這個政治的金鐘獎呢 我必須要說 其實假如說這個獎頒給我是因為 我在政壇上面的美貌的話 那我當然欣然接受 那我有一點不能夠苟同 他剛剛要頒給我的理由 因為呢 我在這裡要講就是說 我整個過程裡面 都是非常地委屈 包括我的先生李永德先生 也是非常地委屈 一路下來呢 面對司法的不公 司法的誤判 然後 這個 而且況且呢 這個獎呢 頒給我呢 似乎呢 有點太輕了 我不像剛剛有些男人 長得高頭大馬的 卻手無伏擊之力 這對我來講 真的非常輕 你看 你看 厲害吧 我完全把它Hold住了 OK 所以在這邊呢 既然我已經得到這個獎了 那我就必須要講 講說 反正我都已經得到獎了 那罰我的那個30萬 我還是不賠 怎麼樣 我就是不會賠的 我寧願拿30萬出來 請我們這個現場 所有的工作人員們吃飯 也不會 也不會去拿任何一分一毛錢 然後拿給李信華的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恭喜… 恭喜這個美女中獎 這美女喔 不是只有漂亮而已 不尊重女性 政治界 你就要全槍捨戰 要跟雜播政治人物 都這樣硬碎硬碎 這才有中獎的這個可能 這就是厲害 漂亮 還會硬碎硬碎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最大檔廣告時間 全民歡送片 看一下 我們恭喜邱毅 接下來要為各位 接下來要為各位 接下來要為各位頒發的是 最佳男主角 想要獲得最佳男主角 你必須要三個步驟 一 拿出你青春無味的霸氣 對不起 是氣魄 菲菲 加給我吧 你說什麼 我是說加… 加個油吧 欸 你告白不老實 幸好我媽媽說 不能跟愛吹牛男生在一起 哼 稀罕喔 我老爸也跟我講說 不要跟愛吹 笛子的女生在一起 對啊 想要獲得最佳的男主角 就不能像他一樣亂吹 蛤 牛 2 第二個步驟 不會去啊 不會去啊 第二步驟 用 用你感動選民的眼淚 你臉很爛 我讓你知道什麼是影帝的演技 只要讓我幾分鐘讓我醞釀一下 導播 那邊有人叫你 你為什麼要逼我 你為什麼要逼我 你不要再哭了啦 3 如果 如果政治人物的演技都這麼爛的話 麻煩請用3 敵死不蟲的臉皮 對 那為什麼要有敵死不蟲的臉皮啊 對啊 他臉皮後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嗎 那憑什麼要投給他咧 因為臉皮後能做的事情才多 如果一個最佳男主角 一切都從善如流的話 那還有什麼特色 反正 最後 最佳男主角最後獎落誰家 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 謝謝 頒獎很刺激的 很緊張的 但是觀眾朋友不要忘記要上 全民最大檔會是不可上面回答問題 最後有五位嘉賓得到 精美紀念品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一位頒獎人 邱玉瑩 好 好 誰是你 好 我們下一段回來 台灣傳奇 夜市人生 第75期服